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继续来看新闻 2月3号 我省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专题视频调度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专题研究解决 我省疫情防控 定点医疗物资保障和集中救治中心建设存在的问题 点对点调度 一对一研判 精细化部署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陈秋发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秋发在讲话中指出 要抓好医用口罩 外科手术防护服等重要紧缺医疗物资的生产 医疗物资的生产调配要做到统一组织 统一调度 统一分配 要摸清底数 强化保障 对所有具备和基本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启动战时机制 明确复工复产 满负荷生产时间表 任务书责任人 省工信厅对重点生产企业要加强督导指导 最大限度释放生产能力 各类生产企业要实行日报告制度 医用救治紧缺物资由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统筹分配指挥调运 不仅要满足我省需求 还要努力为全国做贡献 陈秋发强调 要抓紧集中救治中心建设 沈阳集中救治中心在前期交付使用的基础上 要继续加快后续改造工程建设进度 全面满足确诊病例救治需要 大连锦州集中救治中心要进一步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加快建设速度 确保暗期交付使用 要调配好医疗力量 抓紧组建省级专家指导组和三个集中救治中心医疗队 确保实现集中救治中心同步启动 专家指导组和救治团队同步到位 要抓实陆海空大交通防控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层层压实责任 强化联防联控 坚持关口前移 检查严控 加强对高速路口 机场 铁路车站 港口码头 公交地铁 社区乡村的排查管控 以更高标准 更严要求把住进口 防止扩散 确保返港 返工 返校 平稳有序安全 省委常委副省长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常务副总指挥陈向群主持会议并做点评 相关副总指挥崔峰林 王明玉 郝春荣 张立林出席会议 本台报道 2月3号 省委副书记 省长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总指挥唐一军到大连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 他强调 疫情防控正值紧要关头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进一步拧紧 五级抓防控 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 打好严格防 精准控 有效制的组合权 构筑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在大连市第六人民医院视频会议室 唐一军与应急病区专家团队连线 详细询问患者救治 医院防控等情况 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敬意表示感谢 希望大家想尽一切办法 尽到最大努力 提高治愈率 在负压病房改造现场 唐一军详细询问工程进度 床位数量等情况 并现场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他强调 要加大力度 加快进度 推进区域集中救治中心建设 力争早建成 早投用 随后 唐一军听取了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对大连市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 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 要切实把各项防控措施抓紧坐实落到位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站 一是 源头防控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 坚持关口前移 防线外延 抓点扩面 做到防控到人无空白 措施到位无死角 构筑起防输入 防输出 防扩散的坚固防线 二是 集中救治中心建设要进一步加快 按照四个集中原则 坚持优化流程 严格标准 保证质量 统筹资源 全力以赴保障患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三是 返程高峰的疫情防控要进一步重视 加强人员流动信息的分析评估 知来源明去向 判断准 行动快 最大程度切断传染源 阻断传播链 四是 防控措施要进一步落实 压实责任多管齐下 多错病举 做到干部不懈怠 工作不松劲 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提升百姓的健康指数 唐一军最后强调 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 严格落实有关疫情防控措施 确保疫情防控时期重要生产生活物资供应 组织保障城乡运行 疫情防控 能源供应 交通物流 医用物资 生活必需品生产 公共服务窗口单位 重大工程 重大项目等 涉及重要国际民生的企事业单位 于2月3号起正常开公开业 确保疫情防控与企业生产两不误 省级大连市领导谭作军卢科参加调研 本台报道 作为辽宁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集中救治中心沈阳中心 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全力以赴 进行负压病房建设 就在昨晚11点 新建的临时隔离病房及医护修养区 正式交付使用 这里是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千余名建设者与疫情赛跑 仅用8天时间就建成了6000多平方米的 隔离病房和医护人员修养区 创造了种植城城 共克时间的沈阳速度 现在是2月3号的晚上11点整 这里的这片新建工程正式交付使用 临时隔离病房可以集中收至疑似病患 休养区保证了医护人员能够充分休息 目前建设者们还在继续跟时间赛跑 24小时赶工 将医院原有的病房改建成46间负压病房 将所有的工序能平行穿插的 进行平行穿插 这样压缩工序之间的时间 四层作业面上 只要有作业面 就有工人在 就有工序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集中救治中心 沈阳中心是我省第一个挂牌 第一个到外地转移患者 第一个收治外地确诊患者的区域集中救治中心 沈阳市也将安排强有力的医疗力量进驻 目前这里已收治十余名确诊患者 其中包括从盘锦 安山 铁灵等地 转诊的4名患者 本台报道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 反乘客流逐渐增多 交通部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打响了疫情之下的春运反乘防疫站 这里是丹府高速的水扬收费站 随着反乘车辆的逐渐增多 这里的24条车道已经全部开启 为了保证防疫物资车辆和医务车辆的顺利通行 还特别开通了专用车道 目前省焦头集团在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 设置了143个测量体温点 对处于开放状态的高速公路收费站 实现了出入口监测全覆盖 我省还恢复开放了仓途 辅顺等五处高速公路服务区 服务区划分了不同的区域 对相关车辆和人员进行信息登记和体温监测 划分了一区车辆停车位 并涉及应急隔离室两处 供车 供工厂区 还有加尔上的那个公开的营业网点 我们都设置了提问检测点 逢车必检 逢行必检 在京省高速公路盘锦站 复营高速公路 填水站等七处高速公路出入口 盘锦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的交警们 24小时不间断地出现在防空移行的第一线 以高速公路入口为重点 设置简易点 按照逢车必查不落一人的要求 对所有进出盘锦市人员和车辆进行疫情检测 全市公安交警部门供出动警力937人次 警车195台次 检查车辆4万余台 做好疫情防控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驾车在高速公路出口下站时 请您积极配合交警检查和医务人员的体温测量 若有发热症状要及时说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站的后车大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疫情对于沈阳站的客流 也是有着一定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到在镜头里沈阳站内的人流还是相对稀少的 据统计今天的人流量达到了1万左右 这可能是10年来相对最少的一次 为防止返程客流造成疫情传播 铁路部门要求各大车站进一步加强防控措施 我们现在每两小时通风一次并进行消毒 像我们旅客可以触及到的 比如说触摸屏 查询仪 包括自动取售机这些设备 我们是进行每小时消毒一次 其实这个点位就是我们进入到机场之后的第二个体温测试点了 那么在进入到安检之后 登机之前我们还会有第三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体温检测 在人员体温检测全覆盖的同时 沙阳桃仙国际机场还对公共场所和设备严格消毒杀菌 并建立了完善的疫情应急处置机制 三小时一次消杀 保证我们的公众环境 最起码相对是安全的 也保证了我们进行旅客在我们环境中是安全的 公交车仍然是很多市民出行的首选的公共交通方式之一 据了解沈阳市所有上线的公共交通工具 在保证日常卫生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必要的消杀措施 我还配点那个口罩 如果发现在车上有那个乘客 比如说载口罩透气什么的 行程中我必须得马上支持他 从车内的镜子或者监控都能发现 要及时拿手台提醒他们 我现在是在沈阳地铁二号线和一号线的换乘站 青年大街站 这个站点对于咱们沈阳地铁来说 也是客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站点 今天是首个工作日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换乘的乘客 相对来讲也是不太多的 本台报道 人流增大 加强防控就尤为重要 从沈阳发现首例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开始 沈阳疾控中心的病毒标本检测工作 就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运转 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些什么呢 各医院上报的疑似病例又如何确诊呢 带着这些问题 昨天记者来到沈阳市疾控中心进行了实地探访 这里是沈阳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实验室 从沈阳各大医院接诊的疑似病例 身上产疾的病毒标本 都将送到这里进行检验 如果检验结果是阳性 那么这么一患者就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 对于各定点医院发现并上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 国家要求24小时内完成标本采集和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但为了抢时间 沈阳市疾控中心一般会在两个小时内完成采集和流调 六小时内完成报告 在流调报告形成的同时 各医院采集的病毒标本 已经被转运到传染病实验室进行病毒核酸检测 据了解 这个实验室最近平均每天检测的病毒标本数达二三百例 从沈阳发现第一例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开始 这里的检测工作就一直保持每天24小时不停运转 比如我吧从20号开始翻第一个病例之后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回想 我们现在是六个人两半倒 反正24小时都要在工作 那那个时候咱们要哪休息呢 就在这块 一个十分八分呢 然后有样本我们就起来进实验室 样本相对来说半夜送的要多一些 10点到早上5点是最多的 记者洪亮刘超报道 减少疫情传播风险 尽快遏制疫情蔓延扩散 沈阳市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化管理优势 网格联动 全民参与 实现疫情排查 防控工作的主动介入 快速反应 高效处理 在沈阳历城社区 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打电话 询问从湖北回来过年 正居家隔离的居民有什么生活需求 需要我们做的 我们肯定就比如说送口罩啊 买一些菜啊 我们都会给送到门口 他们只要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都会这么做的 历城社区是有6000多户住户 利用金字塔型的六级网络化管理体系 层层排查 社区迅速掌握了 所有从湖北回乡居民的情况 全力协助他们居家隔离 我们社区所有的干事 他们来代言网阁上 一个楼有一个楼长 下面又分了多少单元长 都是我们的居民 就今天开始我们排查 外地出租人员 什么时候返程 这个楼里有没有 马上就会报上来 就是每一个单元的单元长 因为他管的户数并不多 平均在30户到50户之间 所以他对他的楼非常清楚 你看今天我们楼长应该做什么 楼长单元长帮忙排查 自家和别人家的出租房 晚上你看大伙七心协力 战胜疫情共同加油 你看我们现在是37个楼长 175个单元长 再加上我们物业的管理演员 加了一起将近300人在工作 没有大家的这种权利 对 当然了就10个人 你靠10个人来维护1万多人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靠群众的力量 通过这次疫情 我就觉得我们的园区 人心更有更有奴隙力了 居民的全面参与实现了疫情排查防控的全覆盖 目前白塔街道辖区已对外地来审人员 全部实行建档利卡管理 辖区内疫情防控总体平稳 网额化的管理 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快捷高效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排查工作 我们这里边特别注重发挥的 就是楼长和单元长的作用 那么它就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将排查到的信息汇总到区里 一般来说我们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就能差不多 疫情防控 那是全国是一个家 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家庭一员 所以就防控靠大家 最后得意的是你管它 新政府管自己 一定把这个防控这个战役给它打到底打胜利 本台报道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宁新俱立抗疫情 沈阳市14家宾馆集中安置疫情高发地区来审人员 抗疫宝点新鲜出炉 一会儿跟您说说在办公室如何做好防护 好 继续来看新闻 2020年2月3号 11时至19时 辽宁省沈阳市新增一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属普通型病例 截至2020年2月3号19时 辽宁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74例 重型病例6例 大连市治愈出院1例 74例确诊病例中 沈阳市15例 大远市12例 安山市1例 本西市3例 丹东市6例 锦州市7例 营口市1例 复新市5例 辽阳市2例 铁岭市3例 朝阳市6例 盘锦市8例 葫芦岛市5例 目前73名在职患者均在定点医疗结构隔离治疗 病情稳定 73名患者中58例病例为输入性病例 15例病例为本地感染病例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253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228人 现有1015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正在追踪10人 在近期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 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 同时消毒杀菌产品也不能少 为了确保广大市民和医护人员 能够买到和使用放心合格的消毒产品 沈阳市卫生监督中心 加强了对全市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 确保出厂的消毒产品保质保量 昨天上午 沈阳市卫生监督中心的工作人员 来到位于沈阳市渝洪区的沈阳光彩消毒药剂开发中心 进行突击检查 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卫生许可资质 企业生产条件 原材料卫生质量 以及企业消毒产品卫生质量等方面 进行了全方位检查 经过检查 沈阳市卫生监督中心认定该企业各类条件 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目前 我们第一时间要确保医院以及疾控中心的供货 因为他们是在这次防疫的这个战线的第一线 我们必须确保医务人员的安全 沈阳市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力度 严查各类消毒产品领域内的违法违规案件 对不合规范顶峰造假 以次冲好 制假受假的企业将坚决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违法情节重大的将按程序移送公安机关 病毒需要隔离 但是人心不能疏离 科学的防疫更要体现人性的温度 对于疫情高发地区来审人员 沈阳市指定14家宾馆集中安置 采取科学的安置管理流程 加强人稳关怀 这里是疫情高发地区来审人员 位于黄姑区的一处指定宾馆 那为什么选择这里呢 是因为这里不与居民区交叉 而且房间充足 那我们想要进入到这里来 也需要经过包括测体温 消毒等一系列严格的防控措施 36度 自从黄姑区定了安置点之后 我们就每天派驻人员在这边值班 主要任务就是对环境进行消毒 对流制观察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精神疏导啊心理安慰之类的 现在我们这个酒店内部 主要有清明公众同志 20小时为那个客人服务 外部还向我们各个部门外围的服务 这个生活垃圾的清运 都是那个进行我们进行 集中消毒之后 按照规定投程 由村管局负责给清运到 在和平区的安置宾馆 客人生活区域和各个工作区 都实行了硬隔离 文南区安置点建立微信群 除了通知相关事项 大家还经常聊聊家乡事 就是为了活跃这个整个安置人员 他们在这业余生活的这种文化氛围 那么在沈阳待得开心 我们松来书的第一天呢 他就展示在这还可以读书 还可以吃到一些最新鲜的水果 都表示很感动 我们各方面的物资都比较充足 政府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 挺好这边一点书都没有 心里话 其实挺感谢你们的 本台报道 这几天呢 大家陆去开启春运返程的模式了 但现阶段疫情防控依旧形势严峻 这趟返程能安全抵达吗 会不会成为窘途 甚至是显途呢 来看记者的实地体验 近战第一步 先测体温 相信大家已经很不陌生了 现在在车站机场高速路出口 都设置了一个体温检测点 测量体温既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其他乘客负责 如果他们的体温达到了37.3度 我们一般会询问他是否有从疫情严重地区停留或经过的历史 并且交由我们的助站医生进行体温的进一步精确测量 如果确实达到了37.3度 那么下一步将由助站医生进行处理 并且我们也会规劝旅客近期不要进行出行 在这样一个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呢 一些旅客可能就会担心清洁人员的一个消毒工作就非常的重要了 每天都要消毒两次 用巴士消毒液喷洒式的消毒 之后再用我们毛巾再擦拭一下 各个进站口旅客经常走的地方 我们日常要多消几次毒 在后车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铁路部门是停运了部分的车辆 那么乘客在出行前一定要注意查询自己的车池信息 现在我们也看到车厢内的旅客是比较少 近几天呢车站的客流量是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下降 但即便如此呢乘客还是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问题 车上的惯洗尺处呢是配有一个洗手液 乘客呢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守护的清洁 列车上是配有那个消毒片还有喷壶的 全天就是不定时的 对那个厕所啊洗手间啊 还有电炒炉等方面进行喷洒式消毒 一旦发现有发热还有咳嗽的旅客 我们立马就对旅客进行测温 然后发放口罩并进行隔离 在出站的时候呢我们是再次接受了体温的检测 从整个旅途来看车站的防疫工作 一方面需要乘客的配合 自觉接受体温检测 然后保持良好的习惯 那另一方面呢铁路部门 卫生部门也在引导消毒等各方面 做着细致的工作 共同保障着春运反攻安全有序的进行 好咱们接下来温故知心说谷论今 历春世界啊和一个词特别配 就是万象更新 我们今年也特别需要这个词 希望平安顺遂万象更新吧 那么历春还有什么样的习俗 到底什么是春盛 一起来看一看 从腊月到正月的春节周期里 有一个节气是大家很重视的 就是历春 先秦时期人们又格外看重这一天 因为按当时的纪念方法 历春才是新一年的开始 历春意味着春回大地 当然这在我们东北体现的不明显 关外天寒 恐怕到了二月花招节的时候 地皮还没有饭绿 不过这不影响我们喜迎历春 说到历春 吃货朋友们一定想到咬春的习俗 比如吃春饼 但是古人在历春这一天 还制作佩戴春盛 为什么简称燕子的形状呢 燕子是候鸟 春天从南方飞来 象征着春归 有的时候也简成人形的 这是因为正月初七是人日 我们古代也有造物神话 按序排下来 正月初一是鸡日 初二是狗日 初三是猪日 初四是羊日 初五是牛日 初六是马日 初七就是人日 由于历春和人日相隔时间不远 习俗又相仿 所以常常搅合在一起 当然春盛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类似陶福 李商隐娇儿师里说 请爷书春盛 春盛夷春日 就是这种东西 是写出来张贴以驱邪避岁的 后来春盛与陶福的功能 都归入春联了 有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 一年里有两个立春 正月一个 腊月一个 这时候坊间会有很多说法 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 其实 这种情况并不稀奇 有规律可循 无非是出现了润月 明代冯梦龙编转的 《你话本小说》 《警示通言》 卷三 王安石三难苏学势力 王安石有意为难苏东坡 说 久闻子瞻 善于作对 今年论了个八月 正月立春 十二月又是立春 是个两头春 老夫就将此为题 出聚求对 以观子瞻妙才 这上联是 一岁二春 双八月 人间两度春秋 苏东坡虽然财思敏捷 一时间却也对不出下联 搞得很难堪 小说作者就借机教育 我们普通读者 连苏东坡这样的大文豪 也有才短的时候 我们普通人就更要虚心好学 从昨天开始 我们陆续推出了 防范新冠病毒的小常识 节后上班抗疫宝典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 办公室的防护 第二次 请不吝点赞 反正 请不吝点赞 先订阅 大家哦 您在乎 能不能听乱 认识 都能听好 我可以自身 都能听乱 开弓 自己已经开始 还不说我发热了 夏二哥 领导说五分钟之后开会 这是材料 这给你了 好 对 锁锁锁锁锁 干嘛呢 这是发文件的一会开会啊 不 不用法了 咱部门啊 建了个学 文件我去帮他去给你一会儿啊 咱们继续试着 好 好 非常时期 网络办公 安全又轻松 洗手怎么能这么洗 那怎么洗 中南山乐视建议您 一定要经常洗手 进入办公室一定要先洗手 接触过公共区域的设施或者物品 也要洗手 吃东西之前更要洗手 还有就是在接触面目之前 也要洗手 勤洗手保健康 另外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得在单位都得消消毒 现在大家都在用84消毒液酒精来消毒 但是您知道吗 如果84消毒液使用不当 非但没办法消毒 还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比如84消毒液和劫测剂等酸性消毒产品混合使用 就会产生有毒气体 刺激人体的咽喉 呼吸道和肺部 而引发氯气中毒 所以要科学使用84消毒液 首先在实施消毒前 要佩戴口罩和手套 避免消毒液腐蚀刺激皮肤和呼吸道黏膜 其次呢 如果被消毒物体这个表面有污物存在 要先清洗之后再消毒 再次消毒之后一定要用清水洗手 以免消毒液残留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84消毒液有漂白和褪色的作用 不可用于丝绸 毛 尼龙和皮革的表面 彩色织物的消毒 使用浓度高于70%的酒精消毒 也得注意了 酒精的挥发会使室内空气的 可燃性气体增加 只要空气中有零星的小火花 就可能引起爆燃 这比酒精被点燃还要危险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专家指出 75%的酒精 可以有效灭活病毒 但居民在家中 使用酒精的浓度高于70%的时候 酒精的挥发会使得 室内的空气的可燃性气体增加 只要空气中有一点小火花 就可能引起爆燃 这比酒精被点燃还要危险 那怎么正确的使用酒精呢 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我在做粪呢 你干嘛呀 在室内喷洒酒精消毒过程中 不要使用灵火做饭 不要使用电器开关 接听电话等 有可能产生静电火花的设备 不要使用砸火机 不要吸烟 不行 它的酒精都毁发了 起不到小子的作用 我想把窗子关掉 四 在室内喷洒酒精消毒后 要及时进行通风放气 关于酒精的存放 一 存放在儿童处备不到的地方 二 存放场所要远离可燃物 要选择阴阳通风处 三 就是不要大量存放投机 小方在这提醒您 如果意外着火 因迅速脱掉瘟物 将瘟物上的火打灭 如瘟物脱掉 将有人接动时 并打死个毛巾等 不敢着火作为 用隔天空气的方式进入 中华医学会 肠外肠内营养分会 除了在饮食上 给了我们提升免疫的建议 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也可以提升集体的免疫能力 第一个呢 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流行期间 不要节食 不要减重 第二个呢 规律的作息 以及充足的睡眠 每天保证睡眠时间 不少于7小时 第三 开展个人类型的体育锻炼 每天累计的时间 不少于1小时 不参加群体性的体育活动 第四 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 建议适量补充副方维生素 矿物质 以及深海鱼油等保健品 专家说了 疫情当前 最不添乱的就是 大家都宅在家里 但是这种生活呀 过一两天是享受 时间长了呢 就会闲出病来了 比如体重增加 肩颈和腰肌僵硬 疼痛 那么有没有可以不出家门 就能减脂健身的简单办法呢 下面就让健身教练教你几招 长时间玩手机导致肩胛骨疼痛 接下来我会教大家最简单的方式 去关键我们的肩胛骨疼痛 第一个动作就是墙面天使 首先我们的手臂需求90度 然后贴着墙面向墙上推 然后拉下来 正在我们的后背贴着墙面 然后向上推 发力呼气 我们大概做到15次 就可以轻轻地管理到我们斜方肌 还有贴肩胛骨疼痛 第二个动作是关键我们的胸大肌 成空步 然后上面的躯干 后背挺直 这儿关键尽量向后 保持均匀的呼吸 静力性拉伸 先持30秒钟 然后换到另一边 接下来这个动作主要是 关键我们的腰痛 长身组织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抱膝行走 去做一个胸对存大肌的一个激活 首先要勾有肩 整个后背挺直 停留两秒钟之后 然后换到另一等位 好 保持自然的呼吸 膝盖 放入 把力向上 勾脚腱 表示环境我们的腰痛 激活我们的疼大肌 后背疼症 接下来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 提高我们心肺功能 就是我们的开脚腺 最简单的一个受伸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做21度 主间修30秒 可以做到45度 提高我们两个的心肺功能 注意健康的一个方式 浏览国内外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据工信部统计显示 截至2月2号零点 国内生产企业累计向湖北发送医用防护服13.6万件 已抵达11.7万件 N95口罩发货13.4万个 已抵达11万余个 目前我国口罩实际产能已恢复60% 医用防护服日产量也已达到2万件 比1月28号翻了一番多 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表示 中国邮政顺丰京东等企业有效保障春节期间各地群众的基本需求 后续还有13家大型快递企业开通了救援物资的绿色通道 截至2月2号 中国邮政集团组织开行了邮政车3.2万班次 邮政航空专机5架次 以及运送防疫物资的专机 共计运送口罩药品等防疫物资4.9万相见 昨天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表示 2月1号世纪和日产量已达到77.3万人份 是可以保障需求的 后续还将继续加大防疫物资产能和供给保障供应 昨天凌晨位于日本路尔岛县口永良部岛的新月火山发生分发 烟尘最高达7000米 同时还伴有大量碎石和火山碎血流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近段时间呢 口罩成了紧俏商品 很多人都想方设法的多买多囤口罩 但是在大连金浦新区 却有一位普通的销售员工 自己买了1万多只口罩免费发放 他的这事啊 被人拍下来发在了抖音上 获得了无数人的点赞 这个正在免费发放口罩的人名叫江洞 是大连金浦新区的一名普通销售员工 从初三到初五 他分别在大连开发区等地 免费向市民发放了一万三千多个口罩 价值五万多元 因为工作关系 江洞联系到了销售老保用品的客户 客户得知他要为市民免费赠送口罩 提前结束假期 并以原价为他调集了一万四千个口罩 江洞所在的公司也支援了他三百多个口罩 这五万多块钱的口罩花了江洞一年的工资 但他说决定做这个事的时候 就没考虑过钱的问题 江洞说接下来他会想办法买点消毒水 这类的用品发放给大家 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身边人为社会做点贡献 在非常时期 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人和事 近日一位湖北的荆州90后新人 在家举办婚礼的照片 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 疫情面前 这对新人放弃了原本盛大的婚宴 而是将婚礼的地点选在了家里 在父母的见证下 完成了一场特别的婚礼 照片中这对身着中国传统喜福的新人 正在进行拜堂仪式 这场婚礼没有繁琐的流程 没有盛大的宴席 全程只有四个人参与 一张正婚人抓拍的照片 成了这对新人洗劫连理的证明 自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爆发后 邓超就报名参加了单位的第一批应急值班 结婚当天 邓超还在单位工作 工作结束后 他回到家中 跟妻子完成了这场仪式 就是把家里简单布置了一下 贴上了红红的喜字 然后我们等邓超下班回完家 我们都换上了喜庆的衣服 然后在我妈妈的主持下 就举办了这样一个仪式 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在一起 一家人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是最重要的 他们也把仪式的照片 分享到了朋友圈 让亲朋好友 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见证了这场婚礼 虽然亲朋好友没有到现场 来喝这杯喜酒 但是我们也收到了大家的祝福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家人一起 亲朋好友 能分享到我们这个喜悦 然后能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然后尽量让这个疫情过去 一场喜庆的婚礼 是每对新人最盼望的事 对于新婚夫妻而言 婚礼是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 彼此承诺的庄严仪式 但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邓超和妻子曾月认为 一切从简才是对家人 对社会的负责 好了 下面了解省内新闻 来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近日是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出全国第一张疫情防控期间 案件查办工作指引清单 归纳了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中 较为常见 因从严从众从快打击的违法行为 包括价格违法 不正当竞争 药品及医疗器械违法 野生动物及食品违法 产品质量违法五大类 共18种 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 定性原则和处罚依据 近日大林市高新区 通过多方联系 多渠道采购 筹集到26万只口罩 目前已有15万只 下发到各街道 通过社区工作者 党员志愿者 物业工作人员等 挨家挨户发放到位 2月1号 安山市公安局成功侦破 一起在疫情期间 哄抬物价非法经营口罩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 查明其非法销售口罩30亿万只 涉案价值50亿万元 这是一封无字的信 出自还没有上学的孩子 小杨青之手 杨青的妈妈叫董婷婷 是辽和尤田 宝石花医院的一名护士 前不久参加了医疗队 持员武汉 杨青也因此写下了 自己人生中的第一封信 妈妈 我爱你 我知道你去武汉好几天了 我很想你 祝你身体健康 不被感染我 爱你哟 我们爱你们 愿每一位持员武汉的勇士 平安归来 1月30号 哈尔滨一名孕38周03天的孕妇 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病人 为确保母婴安全 当天23点32分 医生为她进行了剖公产手术 顺利剖出一名女婴 体重6斤1两 母亲产后情况良好 新生儿分别于1月31号 2月2号 两次采取标本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都是阴性 状态良好 这一刻母女平安四个字 简单却足矣 当下防控新型肺炎疫情 口罩可是个紧俏商品 2月2号起 上海改进了口罩供应方式 有需要的人要先到居委会 村委会预约登记 然后才能到指定要定购买 在一个小区外 为了保证安全距离 居民们在排队申领口罩时 人人都保持数米间隔 队形排除了这样的特别队形 看来距离不止产生没 此刻还能产生安全 在阻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期间 锦州市中心医院策划改编歌曲 《生死不离》 歌颂驰援武汉医疗队的 一线医护人员 舍小家雇大家 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行进 第一时间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姚继彤 来自锦州市中心医院 是锦州赋武汉医疗队员 我的室友开 他是孙金金 在感染课工作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12个小时 现在实在是太困了 已经睡了 今天晚上他还要上夜班 我们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在努力的工作 我们感受到了终枝成长 万熟一席 我想对家乡的父老说 请大家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会紧张正光 在疫情面前无所畏惧 积极工作 争取将未去的这场战役的胜利 请等待我们的凯旋 我们努力唤醒生命的心理 无论千里万里 我都要支援你 写起手战胜兵役 无惧失败你 无论千里万里 我都要支援你 共携手